盤石艦上官兵染疫事件 延燒到今天 你可以看到每天國防部 都開議記者會 但這記者會好像每天在那 講故事一般 可是真正的狀況究竟為何 有沒有專實的講出來 現在看起來好像支隊長 要把整個責任全部扛起來 一剛今天下午記者會公布 我們又多一例確診了 這一例確診又是盤石艦上的 所以光是一個盤石艦 確診就30例 也因為這樣子的 我們匡列人數 一下子一天就多了606個人 其實多這麼多 又匡列 因為這些中間關係複雜 他們前幾天放他們出去之後 他到底接觸過多少人 所有跟他接觸的可能都有危險 所以一下就匡列多這麼多人 這真的讓我們覺得非常糟糕 而且更糟糕的是什麼 我們現在去檢測 這些官兵的抗體 到目前為止 到目前為止有媒體就說 有30個人被檢測出來 他有抗體 這是媒體講的 假設真的是這樣 30加30不就60 難道光是一個敦布支援隊 就有60個人中了這個東西嗎 到底是在哪裡 哪裡得到了這個感染源 到目前為止不知道 我們只知道 現在可能有三波 三波這個疫情的傳染 第一波是在3月23號 我們知道我們是 3月12到15是待在帛琉 你3月23號 第一波有人發病 第二波感染 可能就是3月底在4月初出現 當時也有人出現症狀 第三波時間 可能就落在官兵離艦 也就是4月145號的時候 他們離艦之後 又開始出現症狀 這樣子一波一波下來 到底會出現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真的很擔心 而且這只是盤石艦 現在其他兩艦到底怎麼樣 我們也不知道 成功跟抗定 是 老爺講 真的不知道 現在可能要開始 對他們做檢疫了 因為不知道他們到底什麼狀況 當然張善辰也否認說 到目前為止30人有抗體 這個是一個媒體的講法 他們只是確認說 確實有人有抗體 但是詳細的狀況 他們還要逐一去篩檢之後 才能夠確認這樣的狀況 所以我希望這個動作 恐怕要加快了 因為你人數這樣持續增加下去 到底會演變成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真的不知道 大家也都很擔心 可是讓我們覺得 最詭異的就是軍方的表現 因為國防部人家月亮 是初一 初五不一樣 你是每天不一樣 上午跟下午還不太一樣 我們都知道 之前陳道輝在地法院 接受李玉琳委員的 電話質詢的時候 結果那個電話是被 敖以智跟梅加速搶走了 現在他當時講話 跟他昨天晚上講話又不一樣 因為昨天他在Light群嘴頭 又說我記錯了 我回報發燒其實是記錯 有沒有回報 怎麼會記錯 這種東西都可以記錯了嗎 回報是很重要 很嚴重的事 你身為支隊長 下面的人跟你回報 如果是扁桃縣發言 跟一般的發燒 你會搞不清楚嗎 你回報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都不知道嗎 這個就太奇怪了 妖怪 然後再來 他本來不是說 解除T-Code管制不是他下的令 是上面的長官 是其他的人下的令 他沒有這個權利對不對 現在他說他是依他的權責 解除T-Code管制 完全翻 完全不一樣 你第一次告訴我們 是你說謊嗎 這是單純記錯嗎 你說發燒好 我就勉強算你記錯好了 T-Code管制解除 T-Code管制是誰下的令 T-Code管制 你自己有沒有下這個命令 你都會忘記 不可能忘記的 因為T-Code一放 人就可以下船 但是問題是 偏偏這就發生在 軍方把他電話搶走 然後大動作的開記者會之後 難不成這是串攻 我不知道 我只是覺得他到底是記錯 還是被記錯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了 這個讓我們覺得很怪 然後我們去看 軍方公布的這六個公文 這六個公文 部門原因發燒 什麼劈哩啪啦這些東西 你看都是0元 0元 0元 我們會覺得很奇怪 因為他們其實 軍方的規定是說 如果是部門原因發燒 才要向上回報 可是每一個發燒 都是有原因的 根據你的公文顯示就這樣 本來就不符合上報的規定 所以他不上報是合理的 不是嗎 所以這讓我們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怎麼回事 然後現在整個檢疫 就是當初官兵 這些官兵要下船的時候 不是給他一個小時去檢疫嗎 有媒體就說這樣算一算的話 你700多的官兵 因為你總共本來是746人 後來一個人因為 上船之前就發燒 沒有去 然後一個人是到了帛琉之後 他家裡有傷勢 所以他先回去了 所以至少744個人 744個人一個小時要檢疫 3600秒 一個人40秒 所以根本沒有仔細的檢疫 是 理論上不可能仔細檢疫 而且說真的 你知道檢疫小組要幹嘛 他並不是每一個人 去對官兵做身體檢查 也不是 他除了量體溫 還要幹什麼 還要去查他的內物有沒有做好 要去查有沒有偽禁品 要去查他整個 做的設施有沒有符合規定 這個東西一個小時可以查出來 三艘船 不可能 三艘船700多人一個小時 你光跑七艦逛一圈 都不只一小時 你在開什麼玩笑 所以你真的有照SOP來做嗎 國防部副部長 軍方現在是日日記者會 張哲平又跳出來講 他說陳道輝回報的是 扁桃縣發言 這個人 連盤十艦都不是 他是越飛艦的官兵 你在搞什麼 話逗不起來 怪 結果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們軍方是每天講的都可以變 連他到底是哪一艘船的官兵 你都搞不清楚 然後聯檢小組的SOP 他現在說 有些地方跟認知中有落差 哪一些地方認知有落差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們什麼東西都講不清楚 讓我們覺得 奇怪你每天都不一樣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必須說 軍方你現在 到底是用什麼樣一個態度 面對這個事情 你們到底還打算 要做什麼樣的東西出來 然後現在 你因為你們當時很草率的 就說在全台灣19個地人 10個選在學校門口 結果忠一忠因為出名了 就害了人家現在 旁邊的超商 廣場 這些東西 人家都沒人來了 有人現在說要申請賠償了 忠一忠因為被你們害了 有106個學生要自主管理 然後校方也開始 找人進去消毒了 現在你們就又隨便推一個人出來 出來扛責任就算了 每一次都這樣 有沒有覺得 我們還能夠被你呼嚨多久 然後現在更糟的就是 現在目前30個人確診 裡頭有13個在高雄 高雄站的比例非常重 很合理 因為那是左營軍區 本來就住在那附近人會人很多 因為官兵都會搬過去 現在我們都知道 之前有92個官兵拒絕疫調 拒絕疫調 然後後來又減成58個 然後到昨天剩24個 本來高雄市政府很生氣 說要開罰的 結果後來下午緊急協調 官部緊急協調之後 他們後來全部都同意疫調 但是你知道嗎 還好有做疫調 為什麼 因為昨天確診的這一位 不願意配合疫調的人 你覺得疫調還不重要嗎 我們還要這樣子 疫調會知道他的行蹤 當然重要 是 當然很重要 所以找一部疫調 不是比較好嗎 軍方 軍人有配合的天職 之前為什麼不配合 是國防部下的令嗎 這整個中間到底是誰在搞鬼 這個一定要查清楚 說明白 這兩天確診的案例 都是磐石劍上的案例 但是磐石劍 這等於是一個群聚的感染 而磐石劍上 現在目前是30個是確診的狀況 但有人就說 會不會上面已經有些人 已經有抗體 那就代表說這個感染源的部分 可能有一些不明的狀況 甚至這個感染源 可能就是在船本身出海以後 就開始出現了嗎 對 我想可能稍微釐清一下 就是說今天大家媒體記者講的 到底是不是30位抗體這件事情 我想我們還是要等指揮中心 真的把744個檢驗的抗體 血清抗體 特別磐石劍的337個抗體 檢查出來報告才會是正確 因為我還是跟大家澄清一下 就是說目前我們找到的 這30位確診個案 是我們還是用核酸系列檢定的 所以表示它是抗炎的 所以換句話講就是說 這些個案其實都還有傳播力 這就是為什麼指揮中心 一定把它召回 放在我們的隔離檢疫裡面 剛才立剛講的就是說 抗體這個東西檢測出來 它代表了什麼意味 前面我講就是說 因為抗體通常 如果今天是IGG的抗體 他們代表了就是說兩週之後 才會出現 然後表示有些人可能已經互嚴了 所以前面我講就是說 因為抗體出現的人數如果越多 代表了就是可能之前感染 然後上艦的機率就越高 每一個時間點 只要有一個人進去的時間點不一樣 可能影響到的結果就是不一樣 所以我想就是說 這個部分還是等指揮中心 把這些抗體的結果把它公布之後 大概我們就會了解就是說 可能他的感染源會是在 時間軸會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滿重要 因為這些東西是確定一件事情 我們不要忘記說 4月15號之後 當他們放出來之後 雖然他們兩天之內就召回 可是有兩天的時間 跟很多人很接近 對 然後現在就是說 他跟鑽石公主號 不一樣的地方是 因為他CTC全部做了全部的檢測 所以這邊不管今天是 有傳染力的 沒有傳染力的 其實全部都涵蓋在這個 所有的檢測裡面 所以等於在那個點就停止了 至於那兩天 他能夠傳染給多少人 其實這是關鍵點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的感染源是在很早的 其實我們可以比較不用擔憂 因為他已經在船上 經過長期的群際感染 你說可能是第一波 第二波到第三波了 其實我們在艦隊 跟鑽石公主號 我們比較不喜歡用 第一波 第二波 第三波的語言 而是說因為他群際 所以群際之後 其實大部分的人 你知道鑽石公主號 從2月5號開始 有確診跟他進來 到最後的3月5號的 整個航程 大概50天 80%的人感染 所以這麼高的感染力 比例很高 非常高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就是說 盤石劍這個東西 如果他在比較晚 3月20號左右被感染的 假設是這個樣子 他4月15號 因為全部做了檢測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很容易去推估 他所產生的個案數是多少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停損點 這個停損點結束之後 也就是說越少被感染到的狀況 可能得染病的人的數量 跟得到變成是 所以有可能碰到的人的數量來說 就會比較多 對 這個就是要看他抗體人數出來 所以這個症劑變成 相當的重要 如果是說很多是在登劍前 就有感染源進來了 可是他感染時間一拖長之後 其實有這種人都康復了 所以這些康復的人 其實你給他隔離 老實講也沒有意義 對接觸者的 這樣的調查裡面的危險性 其實可以推論 是沒有什麼危險的 這是為什麼我們一直講說 其實我們不是要 除了找真相之外 這樣的東西對疫情調查 現在目前從100多人 擴充到1000多個人 是對人力上面是有幫忙的 很大負擔 對 所以這個就是說 如果抗體一出來 大概就可以推估出來 他的整個疫情上面的 這個時間走大概是 爆發流行者可能的點 是在哪裡